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唯一诉求 缘无保留 居住正义 居住正义 我们是来自秦山太平商场大沟顶老街市就会 因为高雄市政府在昨天7月19号8点要来拆除 幸好我们强力把它挡下来了 我们能挡下的理由是 我们也希望高雄市政府暂缓拆除的理由是 当人民还有救济管道的时候 当人民跟政府有纠纷的时候 寻求第三公正单位来做裁决 就不要以强拆的方式来拆除大沟顶 今天暂缓执行的这个申请希望能够得到法官啊 联名我们大沟顶居民都是老人小孩 都是经济弱势 但是他要把我们迁到大爱村 大爱村非常遥远 有老人家要洗盛 他怎么回到西山镇来洗盛 在那边根本我们没有办法经济的收入 在大沟顶我们还有可以为生的收入 所以希望法官秉持公正的原则 能够让我们这个执行啊 暂缓执行申请能够过 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四个字叫做居住正义 其实昨天水利局长在公事的节目上 也有跟吕会长也有跟王老师有做相关的交流 但是说实话的 昨天本来就告知说要来拆 后来高雄市政府发的新闻稿是说要来查估 这样子每次的一再的一再的变更 我们已经不相信高雄市政府要怎么样来取信于民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坚持我们这个定暂时状态的甲处分 要适时的提起 我们今天提出的法律诉求就是 请法院来裁决在一切都还没有定论之前 都还没有确定清楚权力之前 要暂缓拆除 所以我们的依据是行政诉讼法 第298条第二项 那相关的停止执行 我们也在上周也向高雄市政府 重新的来提一次的停止执行 希望高雄市政府再三的省思 他过去的相关所作所为 是不是有被下属本身蒙骗 还是说下期没上达 还是真的如我们所猜测 还是揣测外界所预测 还有其他真正要拆除的理由 不讲但是坚持要拆 那包括大沟顶的历史 包括大沟顶目前的困境 我们都在这个新闻稿上面都有写清楚 那这些阿伯 阿姆 还有小朋友这么的辛苦 我就不应该在这边 让他们在大太阳底下再多晒几次 可是 纵使现在休息了 他们的心里还是不安定的 这确实就是违反了 我们所讲的居住正义 我今天新闻稿有写 在联合国的国际公约 第四号第七条 跟第四号 一般性意见都有提起 所谓的氏族居住房权 就是指 人人都有和平安全 而有尊严力 居住在某个权利 在我国 学者称为居住正义 那当然 呃 我们的诉求是希望说 法官能够怜悯 这个 这个 现场的这个急迫性 19号要来拆 20号才定这个刑期 有点 缓不济情 那希望说 法官能够 暂停 这个暂缓执行的 这个状态 能够让我们通过 而且 而且判决不要 需要押金 因为我们经济上非常的弱势 法律有所谓 不溯及既往 的这个原则 我们 齐山大沟顶 在民国44年 45年 就已经存在在现在 齐山大沟顶上面 房子 是不得已 才盖在水沟上面的 那这个土地有争议来了 没关系 土地有争议 我们诉求 第三公正单位 来做解决 而且 我们是区域计划法 民国65年 才实施 我们的房子 45年 就已经存在在那边 你不能用现在的法律 做其既往 到民国45年的状态 当时有他的时空背景 法律 本来就有这条 这个大原则在的 民国45年 那个时候 还是在建言的时期 那 政公所 就定了一个地形化的契约 就是签 政府要你做什么事情 通常老百姓 为了求生存 为了找个店面 可以做生意 他当然 就是签 那 这个 我们一直在强调 7月19号的强拆 我们一直在诉求 高雄市政府 如果我们有争议 找第三公正单位 来做我们的一个 调节的一个 一个 一个方法 可是高雄市政府 不理就是不理 他是要拆就是要拆 7月19号 强拆就来了 7月20号 我们现在 才来申请这个账款执行 根本反不济及 所以我们昨天 情况是 其实是非常危急的 我们 甚至动用了 这个重型机具 才挡住了 两三百名警力的这个动员 今天我们就针对于 我们的处愿被驳回的结果 来跟他讲说 我们认定你这个 认定我们是围楼 就是一个行政主犯 然后来去提起一个 确认这个行政主犯 是致死不孝的 那你认为他是致死不孝之前 我还是不能挡他的执行 所以我要赶紧去提一个 定暂时状态的假主份 希望法院来做裁夺说 在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他是属于围楼 还是属于其他理由 应该要拆除之前 那应该要先缓拆 否则这样子 如果万一真的 容认他拆除下去的话 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 我们同时的申请 停止执行的部分来讲 有向高雄市政府申请了 那高雄市政府在上周 我们申请到现在 当然可能还在评估 但是还没有决定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 等到他决定下来 或许还没有决定下来 就有执行单位 就来拆除 所以我们向法院 申请定暂时状态的假主份 他的意思是指说 就暂时的先不拆除 意思就是暂缓的意思 那如果法院审酌了我们的意见 以及评估说 拆除担当局局面 永久无法恢复的话 有可能他会评估 会说是准许的 那法院评估的情况 当然会考量说 暂缓执行 对于公共利益 有没有损害很大 还是说 对于这些 这些住户本身的居住的 权利的保障 到底哪个侵害是比较妥视的 法官当然是认为 我们的潜油圈基础 298条第二项的 构成要件 逐一的来做审视 那被告就是 高雄市政府这边 也有提出一份搭变状 那我们对搭变状的内容 也会再做出面的回应 那法官认为说 双方面有部分的资料 都还要在三天之内 尽数提出 他大概就要审酌 然后再去做下裁定 以上是今天简单开座的审视 我们认为说 高雄市政府 不管他要拆的理由是怎么样 其中有一个理由 叫做所谓的违禁 就是安全勘律 那我们是以104年6月2号 他一个公告说 这个是安全勘律的 那那个公告的依据 是100年的土木基工会的鉴定 那我们认为说 很奇怪的是 土木基工会在100年的 104年的6月8号 还有另外一份鉴定 那为什么他 六天前 104年的6月2号 他的公告出来 就是以100年的鉴定说 安全勘律 就104年的鉴定报告 也是安全勘律 似乎让人家有一点疑惑说 你这个部分似乎等同于是 已经预先知道 鉴定的结果了 那当然就会让人家质疑说 这个鉴定本身的公平性 那因此 在我受理大鉴定的这个案件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针对 可以提出行政执行的 行政诉讼的部分来讲 都去做主张 其实就说明 能提的我们都尽量提啦 包括现在陆陆续续 收到的一些民众 他们说 请求自行搬迁 6月16到7月17这段期间 我们收到了 我们都帮他们提宿愿 而且我们同时 也向高雄市政府 申请停止执行 希望他们能够静下来 好好的再来想 这个部分是不是非猜不可 那如果是非猜不可的 真正原因是什么样 让资讯公开 让一切透明化